心灵蜜豆奶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刘群茂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 你可以全新开始 在几年前有一位49岁的重罪犯 名字叫做布施 他因为涉嫌盗窃偷车等罪行而被逮捕 在法庭上 当法官宣布布施的种种罪行时 布施都面无表情 没有任何一丝悔意 而突然法官问了布施一个问题 你是不是诺特雷斯中学的学生 布施这才认出眼前这名法官 正是自己国中的同学间好友 顿时眼面痛哭来回舵布 法官对着布施 以及在场的所有的人说道 很抱歉在这里看见你 但我一直想知道 这些日子你到底发生了什么 原来布施是当时国中里 最上进最优秀的学生 只可惜在高中时期接触了赌博 就这样走偏了路 但这次的相遇也让布施下定决心 要改变人生 十个月后 布施因为在狱中表现优异而被提前释放 他走出监狱时 在外等他的 不但有他的家人 也有那位给了他巨大鼓舞与激励的把关 这让布施立定心智 不再放弃自己 从今以后要展开新的生活 亲爱的朋友 你的人生是否也在某个时刻 不小心走偏了路呢 故事中的布施 在误入歧途时 他可能也曾经有过想回头的时候 但却因为没有人愿意接纳他 或是相信他 而让他一直都只能待在罪的泥造中 直到他遇见中学时的同学 他认识真正的布施 也是这一份信赖与认识 给了布施重新站起来的勇气 在圣经中有一个故事说到 有一位妇人因为扮了奸淫 被人抓到耶稣的面前 问耶稣要如何处置这个妇人 按照当时的律法 众人是可以拿石头打死她的 但耶稣不但没有拿石头打死她 更是赦免她的罪 叫她不要再犯了 这个妇人不但别人鄙视她 可能就连她也觉得自己很误会 很糟糕 她很难相信耶稣会赦免她的罪 更难相信耶稣会爱她 接纳她 但在这段故事中 耶稣不但在律法上赦免了这个妇人的罪 更做了一件事 就是代表父神的爱 接纳了这个妇人 亲爱的朋友 我们在上帝面前 永远都是被接纳的 纵使我们仍然在不堪的景况中 就连自己都瞧不起自己时 上帝都愿意相信你 因为上帝是创造你的那位神 上帝知道你是多么的完美的创造 上帝也说 祂是满有怜悯于此来的神 上帝不看我们的过去 只要我们愿意改变 上帝永远接纳我们 爱我们到底 今天邀请你一起来到上帝的面前 将你的现状交给上帝吧 上帝必要以祂完全的爱来爱你 接纳 并且赐给你改变的力量与勇气 使你的人生可以有一个全新的开始 若有人在基督里 他就是新造的人 就是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以上节目由中广流行网 罗娟大伟主持的早安EZ GO直播 士林林良堂 祝福您有美好丰盛的生命 亲爱的朋友 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 邀请您于YouTube频道 搜寻士林林良堂 并按下订阅 领受更多祝福和生活的智慧